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超文型感人电影 永远的三丁木的夕阳2 上一部说到纯之介并没有跟有钱父亲离开 而是跑来跟茶川一起生活 但是纯之介的父亲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又来领纯之介回去享受富家子的生活 三丁木的居民们都跑来围观 纯之介的父亲说纯之介是全校第一 他应该受更好的教育 然后拿出50万日元给茶川 哪只软弱的茶川竟然将钱摔在地上 说这世上有笔钱更重要的东西 说我不会将纯之介给你的 而纯之介也说我死都不会跟你走的 有钱父亲对纯之介说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此时小木等人鼓掌喊着滚出去 然后邻居们都喊着滚出去 纯之介的父亲无奈离开 他对茶川说 如果让我知道这孩子过得不好 我说什么也要将孩子领回去 这天灵木的堂兄带着女儿美家前来 堂兄破产了要去外地工作 所以要将美家交给灵木家照料一段时间 但美家从小没有了妈妈 娇生惯养的 吃瘦洗锅时 发脾气说瘦洗锅应该是牛肉 他们却用猪肉糊弄 说这里房子太小还没有钢琴 还说我家的电视比这里的大三倍 小木气不过说 我们好心照顾你 你还挑三拣四 要怪就怪你爸破产了 美家哭着跑上楼 灵木让小木去道歉 小木上楼看到美家的一盒彩笔快用完了 于是他说 你爸破产了 不会给你买新的了 你别生气了 呃这是道歉吗 这是火上道油啊 晚上美家一没吃饭 饿得肚子咕咕叫 贴心的星野拿了个饭团给他 但美家摇头不吃 但半夜时分 美家实在饿得不行了 偷偷拿了饭团啃了起来 边啃边掉眼泪 而美家也不愿去大众澡堂洗澡 还嫌弃家里没澡堂 但小木一个劲取笑他身上发臭 他才不情愿的去洗澡 洗完澡后变得很漂亮的美家 让小木看呆了 但他却说 你是不是搓出了一堆泥吧 美家骂他一点也不贴心 两个孩子互相比试起来 按照一般来说 这就是爱情的开始吧 上课时 同学们取笑小木和美家是小两口 小木冲过去撕扯 却被班主任驱散 班主任问纯之介 为什么不吃午餐 纯之介说 他早餐吃得很饱 某天 灵木太太让美家晾衣服 结果不小心掉到地上 纯之介看到了 主动帮他洗衣服 纯之介说 平时叔叔忙的时候 我还得做饭呢 美家看看四周 孩子们有替大人出来买豆腐的 还有帮家里看孩子 打扫卫生的 这让从小娇生惯养的他 很受触动 此时小木过来 吃醋的说 你们俩是夫妻吗 美家骂他白痴 然后走开了 小木问纯之介 什么是贴心 但纯之介也不太懂 回到家 小木看到一男的 在门口张望 原来这人是星爷的老乡小五 小五在一家西餐厅学厨 但他尴尬的说了两句话 就走了 香烟店的老太 问是不是男朋友 星爷害羞的说 只是老乡 而美家开始变得懂事起来 还主动帮灵木太太洗碗 洗完后 灵木太太给他抹护手霜 美家突然感到了妈妈的温暖 而医生 自从上次梦见 自己死去的老婆和女儿后 就总拿着烤肉串 去找狐狸 希望狐狸再迷惑他 让他昏睡 那样就又能梦见老婆和女儿了 但他没看到狐狸 只看到一只流浪狗 某天 茶川收到了大学同学的聚会邀请函 他本不想去 怕被笑话 但纯之介说 你是小说家 还差点拿下借川奖 你应该去呀 于是茶川动了心 他鼓起勇气去参加了同学会 结果却听到三个混得很不错的同学在八卦他 说他写小说就是个笑话 混不下去才写小说的 茶川听后沮丧的回了家 回到家后 正碰到老师来家访 老师对他说 纯之介没交午餐费 每天都不吃午餐 茶川质问纯之介说 我不是给你午餐费了吗 纯之介说 他把午餐费交了米钱了 茶川说 柜子里有米钱呀 纯之介说 大米涨价了 家里的钱不够了 茶川顿时感觉心酸又无奈 而又重新回去做午娘的浩美 成了黄金剧场的台柱子 每次演出都爆满 但在后台 他总是看着空气戒指发酵 同事都羡慕他 还完父母的债 就能回到小说家的身边 但老舞女泼冷水说 干我们这孩的 哪有可能从凉呢 这天三丁目的两个邻居说 他们去了黄金剧场了 说浩美果然在那里跳艳舞 还说千万不能让茶川知道 哪知一回头 茶川就在身后 于是灵目三人就鼓励茶川 去问清楚浩美的想法 茶川犹豫不决 于是灵目就拽着他 来到黄金剧场问个究竟 哪知正碰见一个离婚图大款 在跟浩美求婚 说会让他过好日子 但浩美风情万种的 让他不要着急 茶川看得心在低血 他郁闷的回到家 又看到了纯职界父亲的车 纯职界的父亲说 纯职界连午餐都没钱吃 那以后孩子上高中 上大学就更没钱了 他对茶川说 你要真为孩子着想 就放手吧 但茶川祈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证明自己 纯职界的父亲 着急飞洛杉矶谈生意 所以同意了 茶川郁闷的喝了酒 回到家后 以冷水浇头 用拳头砸墙 然后转天 他翻出一轮纯青 那是他投稿纯文学的书 于是他贴出了停业公告 准备在纯青上发表小说 再一次冲击著名的 借川文学奖 纯职界非常兴奋 为茶川鼓劲 而当领目太太得知 茶川要冲击借川奖 证明自己有能力 抚养纯职界后 他说纯职界和茶川的 一日三餐 他来负责 还让纯职界住到了自己家里 于是纯职界就搬到了 陵墓家生活 他每天负责给茶川送饭 而茶川就日夜写作 下笔如有神 房间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那都是一根根 燃烧殆尽的灵感 而那位土大款 依旧经常给浩美送花 但姐妹们知道浩美 只喜欢那个小说家 但老舞女继续泼冷水 说那么有文化的小说家 怎么可能看上我们这种人 浩美听罢 心情更加郁闷 某天 灵木太太给星野 做了一件新衣服 看起来非常漂亮 而且给美加也做了一套 美加非常高兴 然后一家四口 就高高兴兴的去逛街了 而小五以为星野去约会了 急得不行 烟店老太告诉他 追女孩送礼物最有用了 但其实星野 是跟两个老乡去看电影了 因为主演太帅 看得三人花吃乱菜 出来后老乡跟星野说 小五早就不学厨了 因为被嘲笑口音 跟同事打了一架离开了 听说现在跟坏人混在一起了 而此时 灵木太太和孩子们 逛到一座桥上 她眺望远方非常怀念 说自己以前 常在这里等一个人 说不晓得对方现在怎样了 结果正说着 灵木太太的初恋就出现了 当年因为去当兵 成了战俘 没了消息 两人没能在一起 再见面 两人都感慨往昔岁月 时光如缩 但如今已物是人非 各自成家 最后两人互道珍重 就此分别 从此可能永不会再见了 晚上灵木跟朋友借来摄影机 给妻子放过去的录像 看着自己怀孕的画面 看着小木婴儿时的样子 心里温暖无比 她感觉 虽然丈夫是大老粗 不如初恋细腻温柔 但丈夫很爱自己 而自己也很幸福 终于茶川完成了小说 灵木问 能不能拿下谢川奖 茶川说 可能这是自己写的最糟的一次了 但哪知某天 一辆辆的轿车 开进了三丁目 原来是记者来采访茶川 因为茶川的小说 进入了借川奖的决赛 茶川一听 立刻晕倒 而邻居们都兴奋的大喊大叫 而姐妹们也兴奋的告诉浩美 说茶川入围了借川奖 于是浩美跑到书摊前 她拿起一本纯青 但突然想起老五女的话 说没人会要我们这种女人 于是她又不舍的放下了书 某天小五送给星野一块玉 星野质问钱哪来的 小五骗星野说 她又找到新工作了 于是星野就相信了 还说对门的茶川 成为了借川奖候选人 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有回报 她让小五一定要努力 成为日本第一出世 晚上陵木等人正在酒吧 讨论借川奖的奖金有十万元时 有个人在旁边说 借川奖非茶川莫属 然后几个人就带着此人来到茶川家 说这人是借川奖的松下评委 说要得奖靠实力还不够 还得有人情事故 但茶川不想靠这个得奖 但陵木批评他不要太天真 于是茶川为了能和纯织界一起生活 掏出了少的可怜的积蓄 但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陵木跑回家拿了一万日元拍在桌上 而其余人也都掏出钱帮茶川 算是借款 于是松下评委答应 给他们尽力操办 转天热心的陵木就拉着茶川去找浩美表白 但浩美的姐妹告诉他 浩美已经辞职了 听说是去大阪嫁给那个土大款了 茶川顿时心里绞痛 而老巫女发现茶川和浩美 果然是彼此相爱的 而此时浩美却来到了茶川家 纯织界非常高兴 浩美说他要给纯织界做最爱吃的咖喱饭 纯织界说茶川和陵木先生出去了 很快就回来 但两人只等到傍晚 茶川还没回来 纯织界说他去陵木家问问 而浩美就离开了茶川家 他边走边哭 他想和茶川和纯织界在一起 但是他怕自己的身份配不上茶川 他哭得很伤心 直到很晚茶川才回来 纯织界告诉他浩美来过了 茶川忽然看到了浩美留下的戒指盒 里面的纸条上写着 谢谢你 他知道浩美彻底离开了 终于借川奖揭晓的日子到了 记者的车挤满了三丁木 陵木家围满了人 等着获奖电话 大家准备好了 要为茶川庆祝 而纯织界的有钱父亲也来看结果 而此时在回家的路上 星野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卖钢笔的 说是工厂倒闭 用钢笔做薪水 然后其中一人慷慨掏钱买了一只 其余人也纷纷掏钱买钢笔 而星野看到那人正是小五 然后小五就和刚才那个托分赃 那个托是他的老大 那些钢笔都是偷来的 而星野将那块玉扔到地上 上去给了他一耳光 而且星野也扔出了那个托 正是那个松下评委 星野才明白 是小五告诉了他的老大 茶川入围了借川奖 然后他老大就冒充评委来骗钱 星野顿时急的哭了 而此时电话铃终于响了 陵木太太接了电话 然后将电话交给了茶川 茶川激动的握着电话 说了几句后 他挂了电话 哭丧着脸说 他落选了 众人都不可思议 陵木说不可能 我们都给钱了呀 此时星野带着小五来道歉 众人才明白真相 而纯之介的父亲取笑说 竟然想用钱来买借川奖 真是让人喷饭 说你落选了 说明你实力不够 此时浩美来到火车站 要去大阪和图大款结婚 结果老五女拦住了他 给了他一样东西 说是送别礼 然后就离开了 浩美上了火车 打开礼物 原来是一本纯青 于是浩美就认真读起了 查川的书 书里写着 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你 只有我最了解你 你会为别人家的小孩 做咖喱饭 会看着空气戒指流泪 你那天的泪水 让我心疼 真的好想你 希望有一天 为你戴上真的戒指 读着读着 浩美的眼泪扑素而下 那是幸福的眼泪 此时纯之介的父亲 对查川说 你没有才华 趁年轻重新来过吧 不然我给你安排个工作好了 但领木一把揪住他说 你说他没才华 你看过他的书吗 他有没有才华 你说了算吗 说着就跑进屋里 拿出一本纯青 说连我这种大老粗都看了 而且还看哭了 哪知每个人都拿出了一本纯青 原来大家都偷偷看了 于是领木让社长先看了再说 于是社长就坐在门口 现场看起来 看完后 他对查川说 说你写的确实不错 但就是太天真了 现实不可能如你所愿 查川沮丧的说 您说的对 现实确实不能如人意 然后他对纯知界说对不起 纯知界哭着说 不是说好了 和浩美姐姐 我们一起生活的吗 查川说 浩美去了很远的地方了 对不起 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纯知界哭着说 我死都不要离开你 正说着 他突然看到了什么 惊讶的说浩美姐姐 查川回头 果然见到了浩美 原来浩美中途下车 反了回来 他说 我知道我这样的女人 不配在你身边 哪知查川大声说 谁说不可能 只是我没拿到借川奖 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发达 这样你还愿意留下来吗 浩美笑着点头 他跑过去紧紧拥抱查川 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 三个人终于又在一起了 而纯知界的父亲 看到如此 转身离开 他默默的说 真的有笔钱 更重要的东西呀 而美家的父亲 要带美家去福岗生活了 他看到以前娇生惯养的美家 竟然很有礼貌 端茶道水 很惊讶 临走时 灵木太太将自己的护手霜 送给美家 美家哭着说 谢谢你妈妈 而小木则用自己的零花钱 给美家买了一盒新彩笔 美家非常感动 望着父女俩离去的背影 小木黯然转身 哪知美家又跑了回来 他喊道 等我长大了 一定回来当你的新娘 然后就害羞的跑了 小木一听高兴坏了 害羞的扑进爸爸怀里 此时小五又出现了 说自己又去学厨了 这次要好好工作 重新做人 将骗子骗大家的钱还上 星也高兴的和他拉钩 说到时候 我们去约会划船吧 小五一听高兴的跑了 之后 陵墓一家 第一次登上了东京塔 迎着夕阳 望着美景 心荡神池 遍地都是生机 满眼都是希望 三丁墓的居民们 各自过着忙碌而幸福的生活 依旧为了更美丽的未来而努力 只要努力 就一定会有美好 全剧中 若生活中没有温暖 那不叫生活 若爱情里没有激情 那不叫爱情 人生一世 谈指尖 一定要让生活里充满温暖 一定要谈一场刻骨的爱情 若感觉不到温暖 请先奉献自己的温暖 若找不到爱情 请先让自己配得上爱情 好了 我要去寻爱了 顾朵白 下次见 有猴